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 中国原本没有宗教 也没有信仰 下和下以前大约只有巫术 商代有上帝 却是祖宗崇拜 不是宗教信仰 商的上帝也不是God 不是造物主 而是去世的帝王 与之对应的是下帝 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 上帝是鬼 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 既拜祖宗也信天命 天的主要功能 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 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 这样一种既是Heaven 又是Nature的存在 其实是人 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 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 不是信仰 事实上 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 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 也就是说 宗教至于中华 只能是外来的一族文化 因此出入中华的佛教 也只能被理解为 中国已有的东西 那么 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 就像文化 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一 宗教在汉语中 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 于是 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 便都是广义的道教 先秦的诸子百家 后来的佛教 道教 都曾被这样理解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初始的道教 也不是 它一半是思想 即皇老道 一半是法术 即方先道 道教 是皇老和方先的杂柔 先说皇老道 皇老道 又叫皇老之术 简单的说就是 打着皇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 把皇帝和老子联系起来 是在战国 大行其道 则在两汉 这使得皇老道 内容庞杂 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 无为而至的政治理念 再加上周易哲学 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 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 皇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 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 与民修夕 但即便如此 他们对皇老的态度 也只是信奉 不是信仰 而且就连这种信仰 在独尊儒术以后 也逐渐淡出 皇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 被儒家吸纳 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 其他民族只有神 没有仙 神与仙的区别在于 神是神 仙是人 或者神是死人 仙是活人 一个人 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 死后便可封神 就像罗马的凯撒 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 而长生不老 肉体飞生 那就是仙 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 风神是国家民族的事 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 就是方术 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式 方式起源于战国 燕崎一带沿海地区 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 比如秦皇时 徐福能求仙药 汉武时鸾大能通鬼神 曹操时 左辞神出鬼没 总之是或有齐方或有异数 因此能行走江湖 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 谁是骗子 谁是奇人 但可以肯定 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 比如神医画陀就是方式 实际上 在中国古代 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 所谓方术 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 科学技术 比如防中术 防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 道教认为 性生活是必须的 但应该讲究方法 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 也不是纵育 而是养生 换句话说 做爱就是和气 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 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育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 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 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 不知节制 不得要领 则会适得其反 因此要有禁忌 也要有技术 插入的深浅 抽动的快慢 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 总之掌握了房中树 就能易寿延年 返老还童 甚至成仙 如此方树 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 是啊 即便不能成仙 也能飘飘欲仙 或欲仙欲死 何乐不为 方树与成仙的关系 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 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 至少还有浮食和行气 行气 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 目的是吐出浊气 吸取清气 即吐固纳心 简称吐纳 吐纳的同时 还要配合体操 叫导引 再加上按摩 就是行气 浮食也包括两种 即浮药和浮丹 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 所以叫药 丹则是以丹沙为主的矿石 所以叫丹 药能强身健体 丹能让人成仙 所以叫仙丹 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 成仙只需三日 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 炼丹的则是炉顶 用丹沙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 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拱 结果不但不能成仙 反而会中毒 因此道教又主张 以人体为炉顶 用自己的精气神 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 这就是内丹 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 便都排斥外丹 主张内丹 扶石 行器 房中 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 此外 方术还包括天文 立算 占卜 命相 堪余 黄白等等 这些五花八门 大多被道教 照单全收 而且不少被附会为皇帝的发明 和老庄的主张 方先道与黄老道 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 事实上 方先也好 黄老也罢 众中之众 都是养生和成先 这就只与个人有关 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 黄老道和方先道 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 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 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 斋教和福禄 被发明了出来 斋教是一种祭祷仪式 程序有社坛 百贡 焚香 画福和念咒等等 目的则是求福消灾 这就至少在理论上 是立国立民的事 因为斋教的受贿者 上至九五至尊 中至各级官员 下至平民百姓 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 斋教的作用不可小看 福禄 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 四字非字的图形 据说烧掉以后 就能通神 驱鬼 求雨 治病 这就比成仙 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实际上 最早的道教组织 天师道和太平道 就是靠福禄的神秘作用 吸引广大信众 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 福禄在后来 还成了一种制度 天师道规定 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 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福禄 并随身佩戴 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 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 我们知道 宗教的标志之一 是教团组织 作用之一 是身份认同 因此有了福禄制度 方先道距离宗教 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 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 毕竟 宗教不可能在中国 自发地产生 黄老道和方先道 也并不必然地 要变成宗教 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 和他人的示范 那么 天师道也好 太平道也罢 就算能够产生 也只能是靠巫术 来维系的民间组织 弄不好 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 佛教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北京